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开始呢 我想再开一个IT的系统课啊 以前呢 我的小马视频频道呢 以这个IT技术教学为主 后来呢 也发了一些游戏视频 然后近期 我又做了一些考虑 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个IT教育视频 再把它拿回来啊 就说我这个小马视频频道呢 咱们既做IT技术的教育视频 同时呢 也发一些游戏视频啊 我觉得要做一个综合频道的感觉 希望呢 您能够支持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技术呢 大家请看 叫做VUE.js VUE.js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是一套啊 这个开发外部页面的Java脚本的框架 这个听起来有些难 其实呢 我认为啊 它是在这个网页开发的脚本框架中 最容易上手的一个框架 没有之一 大家请看 我这写的地方叫做没有之一 那我这套课程呢 就是针对于想做网页开发 又苦于觉得网页开发比较难的朋友 我呢 向您推荐一 这套框架 您呢 用了这套框架之后 我觉得呢 您的外部的开发效率是非常的高 我呢 有这个信心 因为我也是近期接触到这个框架 然后呢 学习了一下 做个项目 感觉 我认为啊 我认为这个上手呢 比较快 而且呢 功能也比较强大 而且呢 在这个项目中呢 和这个团队的协作也是非常的好 如果把这个套框架学会之后 您开发像一般的这种支付宝啊 等等的这种功能 包括这个什么 开发一个这个网站购物车呀 等等网页后台管理程序啊 都是没有问题 非常的轻松 那么咱们先看一下这个软件的网站啊 咱们现在看一下它的官网 请稍等啊 我把这个窝窿打开 咱们看一下这个官网 这就是官网 大家请看 它呢 是有中文的 这有多语言啊 中文 英文 日语 这是什么语 阿拉伯语吗 然后还有韩语 韩国虽然我不认识 但是我知道这韩国字啊 反正除了 除了横线 竖线 就是圈 其实呢 就是说您要学这套框架的时候呢 看这个网页的教程 应该是能够学会 不过有朋友说我不 我觉得还是找个视频讲解一下 可能比较方便 那么我呢 就是按照这个教程 大概我按照这个教程的思路呢 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框架 反正我认为这个框架呢 是我目前接触过 接触到的所有的网站开发的 Java教本框架中 我认为是最好的 最简单 最易用 而且呢 功能强大 好 咱们回到这个地方啊 咱们大家请看 这个框架不是说它一枝独秀啊 它其实呢 是有很多的竞争对手 而且这个框架其实比较新 我觉得啊 对于现在来说 没学过Java教本 或者说没学过网页开发框架的朋友来说 我极力推荐您使用这条框架 那咱们看一下它的竞争对手都是谁啊 首先是Angula Angula呢 这个是Google出品的框架 有1和2 现在呢 咱们这个Google呢 它主推2 1很 可能咱们都不太用了啊 可能老的系统呢 还有用1 但是呢 目前如果说您没学过 我也可以推荐您使用Angula2 但是Angula2呢 我是学过 但是我感觉Angula2 比这个 今天咱们学的这个ViewGS 差在哪呢 首先说Angula的功能很强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Angula 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 学习曲线比较高 换句话说 可能您学三个月 可能才能做一个基本的项目 但是咱要学这个ViewGS呢 估计您学一星期 最多了 其实我觉得三天 差不多就能够参与项目 我感觉呢 如果您的公司 现在还没有做这个技术选行的话 我觉得您 若是项目经理的话 我推荐您使用ViewGS 若您是项目成员的话 我建议您推荐项目经理 使用ViewGS 我认为是 我认为是 肯定让您呢 有一个满意的结果 好 咱们再看啊 其他竞争对手 还有一个叫做ReactGS 这个是Facebook出的 上面这个Angula是Google出的 然后这个呢 是Facebook 这个也是一套 Web开发框架 同时呢 它还能用于手机 这个框架呢 我呢 也是学过 但是我感觉 怎么说呢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计算我也可以再做Angula 和这个React的视频 但是我感觉 这个代码的一读性 不是很好 因为呢 它把乍瓦脚本和这个HTML 掺杂在一起 感觉可读性的不是很高 反正我读它代码的话 我感觉 能读懂 但是呢 别别拥有可读性的比较差 接下来呢 还有像这个AmberJS 包括这个Knockout 也都是Web这个开发框架之一 我只能说是之一啊 还帮我等等其他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看一下 咱们今天要学的这个VueJS呢 它的竞争对手 在下面这个网址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参照一下 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不做过多的描述 好 那咱们看一下 如果咱们学习这道框架 需要什么技术前提 首先 咱们开发网页嘛 HTML是必不可少 然后呢 还有一个CSS样式单 也是必不可少 如果说没学过这个的朋友呢 我觉得 您先不要学习这个开发框架 先学习这两项技术 这个是基础的基础 我觉得咱们要学的话 现在HTML应该是从5开始学啊 4的话 4的话就没有必要 来稍等 我这电脑怎么今天有点慢 好 然后呢 CSS呢 咱们学3 就足够了 炸蚤脚本呢 咱们就学普通的炸蚤脚本 炸蚤脚本语法就可以 用不着学ES6啊 学一般的5就可以 这个没有问题 一般在市面上卖的 炸蚤脚本书都能够试用 但是学HTML的话呢 还建议您学5和CSS3 它的表现力呢 比4和这个2要强的很多 同时还有一项 非常隆重的巨人级别的技术 我也推荐给您啊 叫做这个Note GS 这个我是极力推荐 当您学完这套技术之后 您就发现呢 您在这个Web开发的这个生涯中 豁然开朗 这个我是极力的推荐 这个我学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 我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实用 我极力推荐 这个地方我写上一个极力两个字 咱不是推荐 咱是极力推荐 稍等啊 好极力推荐 您学Note GS 这个没有说 然后这套课程 我说一下咱们的开发工具啊 其实吧 我现在学的这个任何的技术啊 咱们用记事本足够了 NotePad 或者换一话说 像我有的朋友还用什么EMEdit 也是不错 但是那个是个收费软件 然后呢 我推荐大家用下面这几个免费软件 用谁都行 我现在用的是这个微软出的 ViuStudio的这个code 大家请看 我现在用的是这个ViuStudio Code 这个也是非常好使 这个是一个后起之秀 呃 我呢 以前用的是这个Bracket 然后呢 后来用这个ViuStudio Code 都不错 同时呢 如果是有Mac的朋友呢 也推荐您用Atom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好 黑客级别的文本编辑器 也推荐给您 不过 今这次呢 我觉得咱们的课程呢 呃 我主要首选的这个是ViuStudio Code 因为咱们毕竟是在Windows平台下嘛 好 接下来 咱们看一下咱们这个课程用到的浏览器 首先说 呃 市面上的浏览器都可以使用 IE9以上 Chrome Chrome和这个Firefox最新版 Safari Safari的话 因为是Windows版本的Safari呢 早就停更了 不再更了 现在如果用Safari呢 肯定说明您是Mac的朋友 如果是Mac的话呢 用Safari肯定是没问题 但是我首推Chrome 因为现在这个Chrome轻快 而且是Google出品 品质没有保 品质有很大的保证 同时 它的插件系统做的也是非常的完善 呃 或者说是少量的知识点 然后这个课程尽量控制在一集五分钟之内 如果我这个课程做太长的话 这一集 比如一集我做两小时 是您也累 是我也累 所以我这一集 咱的时间控制短一些 您呢 在不经意当中就学到了知识 而且呢 连续性呢 又不会把您打乱 为什么呢 因为我每个视频 呃 我的视频的前后衔接 我也呢 尽量把它做的非常的好 做成无缝 让您觉得 哎 我看一个视频 我又没说断了 那个 又没说知识点断掉 而且呢 当我看下一视频呢 和上一视频呢 还能够接上 这是我的目的 然后呢 我的这个视频 所做出的所有的原代码呢 我都会放到这个 开源中国的这个网站上 也希望您呢 能够参照 参阅 咱们呢 一起学习 好 这个呢 是我VueJS的 第一期的教学视频 给您呢 大概讲解了一下 什么是VueJS 那么从第二期开始呢 咱们就正式进入 VueJS的开发的世界 好 那咱们第二期再见吧 今天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